有事啊 没事了 干吗去了 我让子风啊 去把秦朗叫回来 哥哥 我记得以前夫人那个镯子上 带点脆呀 这 这怎么突然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 老爷记得挺清楚啊 我镯子太多 那个 放哪儿忘了 刚才啊 孟楠姑娘手上拿着一支 我一看 跟夫人那支很像 老爷知道了呀 老爷知道了呀 我知道什么呀 别装了 那镯子我给他的 可可 格格对人可是太好了 我说呢 这么贵的东西 说送人就送人了 佩服 佩服 他救了老爷一命啊 我送他个镯子 不是应该的吗 我明白夫人的意思了 我还以为夫人这是要 发放工钱 打发人回家呢 我才有那意思啊 送个镯子怎么能够 我应该送他做金山 夫人厉害 老爷 你为什么一直要带着 邱孟楠那个姑娘啊 她不就是个武座吗 那 那沿途能帮点儿忙 不如这样 老爷 就由我 亲自在东昌 给他找个好人家 安排得妥妥当当 这样老爷也放心 至于武座嘛 从刑部到大理寺 老爷想要哪个 我三天之内给你调过来 你看怎么样 可以 到